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小火子頻道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ETF 為什麼你會說ETF呢? 繼承於之前那幾集,有一集說投資的 就是我們要認識好多隻ETF 或者好多隻投資物 才做取捨究竟哪隻適合自己 但原來發覺在香港很少人說ETF 我開這個頻道,或者講這一集ETF的目的 就是讓大家知道多一個投資選擇 以及讓大家知道它的好處不好處 還要讓自己去抉擇 在開始講ETF之前 就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是真的,不是故事 這是一個真實的情境 說什麼呢?關於巴菲特 有一天,巴菲特約了一群全球最頂尖的基金經理 來一個打倒的遊戲 那巴菲特約了 誰不敢來啊? 嘩!厲害啊! 別人跟他吃一頓飯都要 不知多少晚啊 所以一定要來的 巴菲特問他們 來到了,各位救一口 你們覺得自己是投資方面專家 是否能幫到很多人賺錢 然後他們就說 當然啦! 今天你看到我們的原因就是這樣 我們也是敬人來的 我們幫人賺到很多錢的 我們的基金是超強的 那你覺得你的基金是否很棒 那開始不耐煩 當然啦! 經常挑戰我 我真的OK的 除了你巴菲特約我都OK的 這麼簡單和我打倒呢? 十年之後呢 你們在座各位 的基金 有沒有哪一位基金 可以打贏 即是他的表現好過 第一隻ETF SPY 如果有的話 贏了我的 我可以給你50萬美金 全場鴉雀無聲 全場的基金經理都 沒有聲音出 咦!其實現在很奇怪啊 平時他不停銷自己的基金 很厲害很厲害啊 啊!為什麼不 那些對沖基金 覺得為什麼不挑戰啊 這個只是一個 啊!沒有人管理的 被動基金而已 其實ETF就是一個 無人管理 或者有人管理的 只是跟著指數去賣的基金 是比較被動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代表他們全部都是騙子 哎呀!這樣嗎? 那其實 把錢給你們 其實都是騙人的 我自己很厲害 現在不出聲 啊!最後啦 有一個 不知道什麼什麼基金的公司 什麼什麼Partner 的 啊!經理人 TechSydis 不知道怎麼讀 啊!站出來回應這個好神 他說 我這基金OK的 那最後呢 就跟你捏過 十年之後 看看怎樣 那十年之後 他選了五隻基金 選了二百隻主動營基金 主動營基金的意思就是 會有投資經理 會去 看著大市 最後迎接這個 標準普爾五百指數 剛才說的 SPY 最後慘敗 SPY呢 上揚了85% 而這些對沖基金 最後只有22% 為什麼呢? 這兩個有個啓示給大家 蛤? 有做事不是比沒有做事更好嗎? 我現在有做分析 或者這些全部都是一些 超級名校啊 哈佛劍橋啊 讀經濟啊 出來 去和大家管理 基金很猛鳥的人 應該到最後 都不能夠 做出適當的分析 適當的投資策略 去贏到ETF呢 那這就是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 ETF最厲害的地方 講了ETF的故事之後 啊入正題啦 究竟什麼叫ETF呢? ETF全名就是Extrain Trader Fund 不過只能聽名字 完全不知道 你會買什麼的 不過用中文講話 會清楚一點 就是被動營指數基金 或者叫做指數型基金 那簡單來說呢 就是有一個基金 那它收到相應的錢之後呢 就會跟著某一個指數 去買回相應份量的股票 香港的200營付基金 其實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 這個就是 應付大鱷呢 1997年 用正買了一個股票之後呢 就成立了一個基金 那就算了 那些詳細就不講了 那200營付基金呢 其實就是 根據恆生指數 50隻成份股 去買入股票的 那就是你買這個營付基金的話 200呢 變相就是 保持50隻股票 而它們的份量呢 也都根據它那個 指數 例如騰訊多些 匯豐多些 去買入的 那其實香港的市場呢 是很小的 大家有留意過呢 那我前幾天都按過呢 看看有沒有 沒有了 就是那個 香港的ETF 或者香港的200 這些 這樣的ETF 是很少人去買的 成交率都不是特別之高 那 那 在全世界來說呢 有 比香港更加大 更加 更加 穩陣的ETF 就是 在美國有隻最 經典的呢 剛才呢 這幫人 輸給 巴菲特的 就是這隻SPY 就是買標準普遺500指數裡面的成份股 那VTI呢 就是買全球股票的 那這兩隻呢 圖都給大家看看 這個SPY 啊 就有工業啦 科技啦 Creditcard啦 Finance 每天買一些 風險都會 分散了 那 Vanguard這個呢 領航的中文叫做 香港都有的 香港都有出他ETF 不過都是那句 香港不流行 那不流行 那不流行 一會再分析為什麼不流行 那就繼續說 那全球來說呢 全球的ETF總值 一路提升下去的 原因很簡單 就是 原來發覺呢 不看好過看 不研究好過研究的人呢 是十分之多的 就是呢 原來我買了這些東西 通常都會贏大市 或者跟大市同步啦 甚至乎贏了很多基金經理的 那倒不如自己去買吧 那很多人都買了之後呢 他的市值不斷提升 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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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拿了些錢去給ETF 的公司基金呢 就拿了錢去買那些股票 那所以一路呢 就升上去 還有呢 我再說多一點點給大家聽 就是很多國家的 退休金啦 或者NPF啦 就是他們那個叫做 強積金那些呢 都是買在ETF上的而已 你這樣聽到這裡 其實已經很混笨了 香港那些基金 所謂基金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這堆堆堆街 去吃你的手續費 其實為什麼這批會輸呢 最重要的是他們收很多手續費 令到就算有錢賺也好 都不過有肉食咯 但ETF就不同了 他的手續費低到0 那我就不說這麼多了 現在說到ETF好處 第一個好處是 這個點極之重要 第一點就是 因果關係強 例如你看好某個市場 看好某個行業的話 到最後呢 他出來的結果 真的升了 或者真的好了的話 你的ETF就會升 這個是極之重要的 原因去買ETF的 那原因呢 我給我一個例子 大家買個股票啦 那要在股票裡面賺錢呢 即是要股價升 但是股價升 是不是跟這個盈利有直接關係呢 如果大家買個股票都知道 某個公司 例如APPLE 他的盈利真的高了很多 但是最後股價呢 可以不跟的 甚至乎跌了 那即是簡單來說 其實 要選一隻好的投資物呢 正正就是 我所花出來的時間去研究他 這個行業 或者這間公司 或者這個市場 到最後呢 我真的能夠 透過這件事去賺到錢 其實這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可以學到東西 不要好像 有時候買了去賺錢 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先說一下 那我先說一下 那為什麼我會說 這個是極之重要的原因呢 是因為如果 那個因的關係強 那市場來說呢 我們 向上的 那這些公司的盈利 通常上升 那剛才你都會說 盈利上升 跟股價未必有關係 是啊 但是通常有關係的 這裡有500隻股票 每隻都沒有關係 會貼了錢 那就是簡單來說 通常有關係的話 我們買下去的 這些股價就會升 這些股價升 買下去的 SPY這隻 ETF呢 通常都會升的 而這個 這樣的 呃 情況呢 是不能做假的 就是我們 我們ETF升呢 就是因為 這幾隻股票去 就是不會受到人為影響 不會受到 單一股票裡面 某個總裁做了些什麼事呢 令到 我們那個股價 沒有高落低 因為 要令到 全部股票的價格 上升下降 根本沒什麼可能 除非很有錢 啊 所以 當中 一些公司 股價跌也好 什麼都好 其實是不會影響 我們那個ETF的大方向 所以呢 我們第一個 一個ETF的好處就是 因個關係強 可以做到功課 最後呢 真是透過我們做功課呢 而是賺到錢 這個才是最重要 學習 投資也都是要找一些這樣的投資物 第二點就是 手續費極低 管理費極低 那大家如果有買過NPF 都知道大概的手續費多少 NPF的手續費呢 啊 我昨天做過少少資料搜集 低 可以是0.52% 高 可以是1.45% 意思就是說 如果這隻主動人基金 什麼叫主動人基金 就是我基金 所謂的基金經理 嘟街來的 那 假設你用你的錢 賺了2% 最後呢 他會吃回1.45% 最後呢 你會賺回0.5% 那就是說要賺很多 才可以抵消到他的管理費 那 但是ETF的手續費呢 低到0.04% 那麼高一點 0.92% 其實都貴的了 SBY 我們要選擇呢 就選擇 VANGAR 即是領航那個 ETF好像再跌了 0.02% 好像是會去到 那你就會問 那他們賺什麼呢 他可能透過減低這個收費 就是 令到多些人加入的時候 他都會 有得賺 可以抵消 我不知道 總之 ETF的手續費低 那麼 我們NPF就是1.45% 相差36倍 那你就會問 那又怎樣啊 那真的 1-2% 關什麼事呢 1-2% 關什麼事呢 就是 假設我每年 是有2%的 升幅啦 那你都抵消了1點多 但是如果是1.04呢 即是0.04呢 我就可以賺到 1.9幾% 那長遠來說呢 如果我們計算複色效應呢 影響是十分之深遠的 情況就好像 1.0 1.0 剛剛那個1 這個呢 我升了2% 1.055 是不是1.05 總之我們這個複色呢 跟這個複色相比呢 十年之後一定相差超級大 那所以 不要看少個1-2% 這些1-2% 會害死你 令到你將來都好像 整個組合都沒有錢賺一樣 大家買個NPF都知道的啦 永遠都沒有錢賺 其中一個極主要原因就是 那個ETF NPF的手續費是超級高 那跟大家說多一點點 原來很多國家呢 的退休金呢 都是用來買ETF的 那如果給香港人知道呢 NPF或者是 他們的公款可以買到ETF 我相信呢 絕大部分人都會轉去ETF的啦 因為看了這些股市 大家都知道ETF呢 雖然不會說它特別好 但是呢 它起碼那個手續費低那麼多 還有我們這個 這樣的 SPY也好 這些ETF呢 通常長遠來說呢 是打人這些 這樣的騙子基金 主動型基金 對沖基金 所以呢 正常人都會選擇ETF 那如果知道這個東西之後呢 政府和NPF的公司就大鑊了 因為沒有再游泳了 就這麼多啦 但是我不明白為什麼政府一定要人來買賣這些 這麼的騙人的主動型基金啦 所以 跟大家說聲 如果翌日呢 有得選的時候 一定是ETF的 被動型基金 還有第三個 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